单车环球即行在美国西海岸 大家好,我是朱朱文 欢迎来到西雅图 来到西雅图 一定要祭奠功夫巨型李小龙 齐心来到西雅图守在的武警墓地 李小龙和他的儿子李国豪便安照女子 每天来这里祭奠李小龙父子的人落入不绝 这或许是中国功夫和李小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本市急行路过西雅图 却被西雅图中文电台邀请做两期采访 主持人叶子直接开车 把我从轻女街上前往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还有大部分英文的 对,基本上我是这边唯一在中文媒体 这边是没有电视台 好,我们可以在里面弄吧 但是他们等会还要玩直播 我们可能要在外面 让我们可以进去拍照等 对,路的话因为小元他们等会晚上 应该要做那个美国故事 好,所以你知道什么今天是 going to be for? 哦,对,等一会儿 我可以重复查我的标志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第一部分的话大概是45分 我们的时间 好吧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中的人在里图栏目 我是主持人叶子 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台相遇 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 这个经历了7万公里旅程 终于到了西雅图 相隔7年之后 那么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朱志文做客我们的节目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在他的名字有所耳闻了 他就是一名专业的环球旅行旗者 那么话不多说了 赶紧这个介绍志文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志文 来自江西瑞金 然后你的故事也是非常多 不是这个简单的几秒钟的介绍当中能涵盖的 其实叶子在刚才这个介绍志文的过程中 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时间 两个数字应该说是 一个是7万公里 一个是7年未曾间断的七星 那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起行的呢 我是从2012年5月1日 从上海人民广场出发了 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了 对因为那是我的环球其心的起点 无论是时间点还是地标点 从5月1号算起的话 其实今年已经是超过7年的时间了 对五年五个半月 不是七年五个半月 七年五个半月 那么在这七年当中 你是不是曾经停下过脚步 还是从来几乎没有间断过 有因为就是说中间停下来 然后思考着如何让自己继续前行 但是都是跟骑行有关的 对对对 就这七年 其实你的这个心思 一门心思 全在骑行这一件事情上了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数字 因为把这个7乘以365天 或者有些年份是366天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如果再乘以这个每个小时 再乘以每个分钟的话 那真的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 让你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 怎么说来 我是觉得这是我一个最初的梦想 这个最初的梦想是怎么说起呢 我小时候很酷爱自行车 从小就喜欢 对 我小时候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自己学会了自行车 没有任何人教我 自己学会了自行车没有人教 对然后其他方面我就是很平庸 也不行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环球旅行旗者朱志文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 他这个七万公里七年旅程的前两年 分别是从这个中国国内的上海出发 然后途经尼泊尔印度东南亚走一条线 然后再从新疆出发 这个途经巴基斯坦中东又到了非洲 并且在非洲发生了这个非常美好的奇遇故事 那么在跟这位邂逅的姑娘分别了之后呢 想问问志文在非洲还去了哪里呢 跟他结束之后 我从肯尼亚收到那朋友 朋友很好奇的是 我怎么回来了 你干嘛把人家姑娘给 我说没怎么掉 我们还在一块了 那种感觉 我精神世界还在一块 精神世界还在一块 然后你知道吗 你不回来 我真的想把这个自行车装备送给黑人 但是我想到是你这小子肯定是还会回来的 就这个朋友还是足够了解你内心的那种不羁根狂野是吗 对对对 就是你这种狂野的浪子 那一个小树林宣不住你啊 那所以说在这个你们一起旅行的这些国家之后 你还在非洲去了哪里呢 嗯 回到肯尼亚我取车 取完车我就落洞飞一圈 然后去南非 南部非洲一圈 嗯 结束了之后你就 然后就是骑到好望角 就是那个座位就是说 非洲的终点站还蛮有意义的 对 因为很有名的地标嘛 对对对 那从非洲结束了之后呢 下一周就前往 我又从那个好望角 去约翰内斯堡坐飞机 就带上自行车 可以拖运的 然后转了好几趟 飞到中东 然后飞到美国 然后再飞到南美 再飞到南美 哦 其实你是 就是不是直接过去的 不是 它是一张连城票 啊 就是坐到你 很怀疑人生的那种状态 就是为什么两三天还一直都在飞机上 对 因为既然你讲到这个行李托运的问题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其实挺想带着自己的车 到世界上别的地方去骑 自行车是可以上飞机的 哦 自行车是刚做一件托运行李吗 对 但是它需要走特殊的通道 哦 而且要看航空公司 有的航空公司对特殊的行李 它是要加收额外行李费 但有些对大部分航空公司 它是不收这个费用 它说哎 你又有特殊行李啊 但是你只要控制在重量范围内就OK 因为一个行李23公斤 你这特殊行李没有超过20公斤 没问题啊 20公斤就20公斤 自行车杠20公斤 这对我们来说 很多不了解这个 这个车子托运的朋友来说 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如果大家以后 比如说想带着自己的宝贝车子 也像我们的志文样 不说骑7年骑7万公里 这对普通人来说有点难 但是起码可以带着爱车 到别的地方 别的城市 别的国家 别的风土人请去看一看吧 嗯 那么到了这个 转转反侧 到了这个南美之后呢 第一站是去了哪里呢 呃 我从自立 然后 还没有到达我想要去的 就是说 起点 还坐了一船 你还坐了船 对 因为 所以想要去的起点是哪里 呃 南美最南端 就是大陆最南端 乌兹淮亚 对 乌兹淮亚 对 我从乌兹淮亚 2016年 三月 四月 四月初 到了乌兹淮亚 对 然后从那开始 一路向北 我以为就是说 一年 或者说 一年半 两年 差不多也可以 起到了 起到阿拉斯加 对啊 没想到 现在三年过去了 你离阿拉斯加 可能还有 好几千公里 我在整个辣美 就 就整整 待了三年 起了三年 起了三年 光一个阿根廷 我就起了 半年多一点点 哎呦 为什么阿根廷 这个地方如此吸引你呢 我倒是挺好奇的 一是 不光是阿根廷 还挺好玩 再一个就是 阿根廷 从乌兹淮亚 到伊瓜寿瀑布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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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在西雅图 中文电台采访的说音 在美国 齐心的经历 也将告一段落 前方 加拿大温哥华朋友 已经等候多时 等待我的前往